那我就发现呢 我自己跟身边很多很多朋友 什么年纪都有 聊到未来要做什么的时候呢 大部分人给我答案都是三个字 叫做不知道 很多人对自己的未来 没有什么太多想象 也不敢去想象 觉得想到以前 以后的事情 感觉好像很可怕 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现在的生活呢 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过一天算一天 但这样下去呢 也不是不行 但就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呢 它是由彩石文化所出版的 从未来写回来的逆算首帐 这是什么呢 它教大家利用想象愿景 计划行动的反推习惯 让你目标不失交 心情不烦躁 做事不拖延 那么在今天来邀请到的是 这本书籍的推荐人 广汉思维国际教育机构的教育长 胡雅如教育长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老师好 你好 好 所以老师的这个广汉思维国际教育机构 也是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思考力逻辑力相关的 没错 我们是教大家如何把自己的头脑运用的更有效率 那跟这本书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吗 我自己以前是属于那种头脑很混乱的人 真的 所以未来是什么样子 我就想 我也不知道 那就你说这样 他说那样 那我多来试一下好了 真的 难以想象 而且我是一个很盲目跟盲重的人 那什么让教育长就是有了不同的转变呢 是因为我看了一个长辈 那时候我在仿制业工作 仿制业 跟现在的教育机构也落差太大 OK继续 好 在仿制业工作 那我看到一个长辈 我就觉得说 哇 你的生活为什么可以过得这么的开心跟悠游自在 他很忙哦 但是你会感觉到他是乐在工作 一种开心在里面 然后我就一直偷偷的观察他说 你到底是怎么去安排你自己的 然后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 因为我观察不住 所以然 我就问他说 你现在过的生活 你以前是有想过要这样子过吗 他说他只有抓一个大方向 比如说他希望自己能够一辈子工作下去 不会随着自己的体力衰败而有所变成我不能工作 这样 因为他很乐在工作 然后我就从他这边呢 我就去想说 那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一辈子工作下去呢 对 然后我就在观察他做的事情 其实后来我发现他用的就是这一本书的手法 就是逆算的一个技巧 逆算的一个技巧 我们在正式讲这本书的内容之前 因为这本书很扎实 他除了教你跟你说从未来写到现在的这个方法以外呢 还有他会跟你说你怎么样列定目标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现在很缺乏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先 先来介绍一下这位作者 这位作者他其实自己也曾经出了一些书籍 先来介绍这个作者他叫做小绝纯子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为什么会写出这本书呢 小绝纯子呢 他基本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师 那我很喜欢他的内容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一样 都是很逻辑理性思考的人 所以我们算是同类相吸吧 因此他所写的内容呢 会有一个特色 我们理工人有一个 也可以说是一个坚持点 你给我的讯息 你要有信度跟效度 也就是说大家做都可以一样的结果 或者是做一次跟做一百次 我们都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 真的很工程师耶 没错 这样子我们才要相信 对 我就照你说的 你要有SOP这样子 没错没错 那他也是因为 在这样子的一个工程训练中呢 他发现说 他利用笔记本来安排他自己的行程 可是大部分人应该都有用笔记本的这种习惯嘛 对 那他安排笔记本的行程中 他不断的去修正 然后发现说 其实工作跟思考 他应该是合而为一的 这一点也是跟我自己还蛮吻合的 因为我发现啊 如果说我今天把我的手杖只用在工作 或只用在生活的话 一定会发现 比如说用在工作 那生活中的意外事件 意外有可能是好的意外 它就影响了我的工作 对 然后计划又不能够实现 然后我们就要懊恼 嗯 没错 接着有可能就会觉得 啊 计划没有用了 对 哈哈哈哈 这写在代办事项当中那些事情 就是哦 隔天再办 哦 隔天再办 隔天再办 就一直不断的延后 嗯 没有错 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去尝试 他自己应该如何把这个 未来的规划做好 还有自己的行程打理好 嗯 不断的去尝试各种错误 然后才发明了这一本 逆算手杖 哇哦 是个很不错的发明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本书对我很大的一个 启发跟帮助是在于 它是真的是实证之后的一个结果 嗯 它没有太多的那种 理论 有理论 但是它会让你知道说 你这么做 其实它是有理论根基在 嗯 但它会给你非常多的 实物上的技巧 而且可以解决我们心里 为什么就是做不好的这个疑问 嗯 我觉得这是很 大概99.9999的人的疑问 那0.11 0.0000001可能就是 执行长 教育长 哈哈哈哈 好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 他在这本书当中 他说到的 从未来写回来的 逆算手杖 刚刚我们刚在副标题当中 利用想象愿景计划 然后到行动的反推习惯 大概可以对这本书有个粗略的认识跟了解 所以在第一讲当中 他说逆算思考是随处可见 什么叫做逆算思考呢 其实我们真的是到家都早就在用 例如说我今天要来振声广播电台这里的路上 那我一定是先想 振声广播电台是我的目标 对 往回推 从我家出门到这里的中间过程应该怎么走 所以我们要先定立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再往回推 我现在人在哪里 我跟目标之间的差距是如何 然后再去细分 我要如何一小步一小步去完成这个目标 也就是往目标前进 所以我们平常在做 比如说路程的规划 或者是说我们要写功课 一定也是想 我要考一百分当目标吗 然后再往回推说 那我要如何达到这个一百分 所以随时我们都在做逆算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作者一样发明了这个逆算 没有错 只是大多数的人可能没有把它放在自己的生活跟工作的目标规划上 可能也没有放在人生规划上 对不对 没错 其实像我们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 可能我们录音是安排在下个礼拜下下个礼拜 甚至有的是安排到一个月后 那通常我们也都要回推就是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这个访问的内容 我们要怎么样跟这个受访者联系等等 其实它也是一种回推 但是我觉得呢放到人生当中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计划 没错 对不对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的困扰 然后怎么样把它做拆解呢 撇除直接去算命的人来 我们那种先不谈 好的 其实因为作者很理性嘛 他会希望说我们先想好我自己内心真的要的是什么 避免说你的心一直在飘忽不定的状态中 你没有办法立定目标 那你就很难知道我现在应该往东还往西 所以把这个模糊不清的部分先撇除掉 所以它里面也有教我们很多技巧 能够去立定自己的目标 那目标要立定了之后呢 至少我知道我的方向往哪边走 我们就要开始设非常多的里程碑 这是我自己的名称啦 就把它定位成里程碑 意思就是把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 一步一步一步的去确认我现在是不是走在我该有的方向上 这样子你就会发现我做到这个了 我做到那个了 我做到那个了 你的目标就会 你的人生就会变成是一个很有希望 因为你会发现我好多好多的小小成就感 因此人生就不会闷闷不乐也不会后悔 哦 所以其实他真正要做的是带到我们的人生要快乐跟幸福这件事情 真的 我觉得呢 很多人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觉得好像其实也没有什么缺乏 我有房子有车子有孩子可以说是无子登科了 可是呢就是好像生活少了一为什么东西 但是又找不出来就是生活里面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 会这样做是因为应该说这会有这种心态最主要是 就像我当年盲目跟盲虫一样 我觉得你说A很好 哎好啊我试一下 你又说B很好 那我也再去试一下 那为什么我会去试是因为我会从现阶段 我好像可以做得到的部分先去尝试 那就有点像是什么 我把A记目拿来B记目拿来 然后我们对对看 看会对出什么东西 可是最后那个东西有可能最后结果是一个可能 怎么跟我原来设想的或我内心真正想要的完全不一样 这种就是属于堆积思考的一个行为 因为我们会先从我目前看起来好像可以做到的部分先去执行 对我的生活 所以作者要我们千万不可以这么做 我们要逆算是我先想好我未来要实现什么样的结果 对 再来反推我现在该做的事 换言之我现在的行为必须要能够支持跟帮助我达到我要的那个最终目的结果 嗯你要先设定好你要做什么再反推你接下来这一步一步要怎么走 对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他说当中提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叫做吃寿洗烧 讲到说吃饭这件事情啦 我们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行为 就是他问你说想吃什么 然后女生就说哦吃什么都好 本身就提出说诶那就吃拉面吧 这时候女生就开始有说 可是我想要更吃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啦 可是你问他说那你到底想吃什么 嗯随便什么都好 这就是一个很经典 大家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出现的一种对话逻辑 没错这种回到刚刚的女生 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把自己的未来交到别人的身上 对没错没错 所以才会什么都好 对 作者要我们千万不可以这样做 嗯 我必须要知道想做的事跟该做的事 就这个部分 嗯 先把它弄出来 对 一定清楚嗯这样子比较不会心烦气躁 嗯 所以如果回到刚刚那个例子女生的概念来讲 她可能要先弄一个大方向 嗯 比如说我要中餐还是西餐 嗯 好或者是我要呃泰国料理 嗯 韩式料理 先抓一个大方向就好 或许我并不知道说我想要吃中餐里面 比如说什么潮州菜啊 嗯 什么上海菜 这些细节我不清楚 对 但是我先抓一个大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的逆算思考 对 刚开始大家一定不是很明确知道 嗯 真正内心的点 嗯 是想要什么 嗯 可是你可以先从大方向先着手起 嗯 再慢慢的去聚焦我自己的目标 嗯 这样有个好处是 对 你就不会什么都要 嗯 什么都抓 但是做完以后呢 就发现 哎 我好像把别人的人生目标完成了 哈哈哈哈 所以比方说 如果以退休这件事情来讲 很多人会很害怕退休 嗯 因为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如果以退休来说 可能先设定好 哎 那以后想要在哪里生活 嗯 你的生活形态是想要什么样子的 比方说有些人就是很喜欢住在乡下 或是都市 好 那住都市就是 哦 因为我喜欢方便 那可能住乡下 哦 我喜欢清静 可能用从这种大方向去做着手 对不对 可能会是比较清楚的一个办法 对 所以在书当中呢 他就有第二章 整整一个章节呢 在教你怎么样透过这个逆算的方法呢 实际的来帮你的人生做目标规划 而且你会觉得很有趣哦 因为光是写目标这件事情可能就会让我们很焦虑 当然可能更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哦 好 所以说当中呢 没有关系他会教你怎么做 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 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从未来写回来的逆算手帐 我们待会呢 先准备好纸跟币 我们待会教大家怎么样来写下你的人生目标 稍作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正升台北条平台 FM104.1 所以说 人生呢 你说它长 好像也不是那么长 好说只有几万天而已 说短 它也不太短 因为你要用年来算 有些人可以活到120岁 对不对 现在活到100岁 真是太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呢 这么一段时间的人生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过它 如果说死亡带不了任何东西 那么到底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要留下什么呢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走过这一遭 这些足迹 要给它什么样的评价呢 好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我们的人生要怎么样来规划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分享这本书集 是由彩虚文化所出版的 从未来写回来的逆算首帐 那么这次邀请到的是 广汉思维国际教育机构的教育长 胡雅如教育长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教育长好 你好 所以这本书呢 把这个教育长心中 曾经做过的事情 都全部写出来了 没错 好 所以两个人心心相喜 虽然跟这位作者跨海 对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呢 他教大家怎么样从设定目标 再回退到现在 你每一天的生活 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做 但是问题就来了 很多人说 我人生就是没有目标啊 所以你跟我讲什么 从未来写回来 我就是没有目标 那我要写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定立目标 如果我们无法取 那就用舍 无法取就用舍 真是有智慧的一句话 因为我不知道目标是什么 可是我们一定会知道 我不要什么 那作者是建议说 你觉得不对劲的 怪怪的 那个你就把它舍掉好了 千万不要想办法 说服自己 或欺骗自己 然后对自己很客气 说啊 没关系啦 这个可能你没有很想要 但是他也没有很差嘛 你还是写下来 千万不要对自己说这种话 大家可能听人会觉得很可笑 可是我们常常在做这种可笑事 确实 我们常常在做这种欺骗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说 很多人会把一般社会的标准 误以为是我们的标准 比方说我们现在社会 大部分比较倾向是 外向乐观的人 好像可以获得比较多的赞美 所以我们就会逼迫自己 本来是个内向的人 要逼迫自己变成一个开朗外向的人 所以就要硬逼自己去参加很多的活动啊 社交场合啊 其实我以前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发现我真的太痛苦了 所以我就决定 我就是承认吧 我就是没有那么社交型啊 然后我就发现 当我跟别人约有压力的时候 我就很明确告诉他 我最近有点压力 所以也许我们这个约 可以再往后延一些时间 我就发现呢 这样子他开心我也会开心 对不对 所以这也就是一个 你透过取舍的方式 去订定你未来到底可以做什么 对 所以我们刚刚是先舍嘛 然后再来呢 有些人会想说 但是我虽然没有很开心 但是大家都说完成以后 你就会很开心啊 对 那我到底要不要放进来 这个疑惑呢 作者给我们一个概念是说 如果你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是负的嘛 对 因为我现在不开心 然后我变成零 负号到零 对 其实我们还是会缺乏 把那个兴奋跟期待感 这样子的目标 你一定不会在做的过程中 一直很坚持下去 对 他要让我们从零到正号 也就是说不要维持现状 我换另外一个例子 假设说我现在数学考三十分 对 然后你告诉我说补习可以 至少你就会考及格啦 但是及格也没有开心到哪里去吗 只是刚好及格 虽然他也是进步 但他就没有令人期待的兴奋感 对 所以他要我们想说 如果你的人生要一百分 那么你想要在哪一个方面一百分 这样子你才会有一个期待感 随上书当中有提到一个例子 比方说呢 想要不再加班 或是希望减少夫妻争吵 对这两个目标 听讲起来就感觉很没有令人期待的感觉 就觉得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因为这是属于负面角度的去许愿 负面的许愿 对因为我们会变成是我不要加班 可是我大脑也会接受到的是加班 对 所以我希望减少夫妻争吵 看到的是争吵这两个字 那你还是会很难过啊 真的 因为一直在看负面嘛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两个词会转成正面的呢 应该说我要变成是一个准时下班的人 哦 对 这样就感觉更有目标感了 对 而且你会觉得说 对 我就是一个准时下班的人 哦 所以那如果夫妻关系呢 就变成我们是一个沟通良好或和谐 哦 对 这样就比较正向了 所以在写目标的时候 千万 要记得不要用不要 要用我要什么 对 或我是什么 哦 比如说我是有效率的人 对 我是开心的人 我是开心的太太 嗯 类似像这样的语句 哦 所以这个也可以套用到很多层面 对不对 像我们家最近小朋友上小一啊 那这个老师就有特别交代 就说你问小朋友在学校生活的时候 不要问说 今天有没有小朋友欺负你 好 你要问他的是 你今天在学校开不开心 你交到什么好朋友 你好朋友名字是什么 哎 因为这老师这样提醒 我就发现 哇 这个正向语句的力量 真的是很大 所以像刚刚我们的教育长 给大家一个方向 就是你用我是我要 来当做开头来写目标 没错 这样子的话 我们比较不会去拖拖拉拉 去延后实现我们的梦想 嗯 因为如果说不要加班 因为我在想加班加班嘛 没错 你就会想 哦 好累 嗯 那 嗯 做的过程就不开心 那不开心 我们人会趋吉避凶嘛 嗯 避凶的话 就会想要避开那个不开心 对 因此你就更不会想去执行自己的目标 嗯 这是一个内心的潜意识在阻碍我们 嗯 所以就算你写了再多也没有用 对不对 不过在这种书当中呢 他有特别讲到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常会说你要规划人生的短中长级目标嘛 我曾经被人家问过一个问题说 你想象你十年后会站在哪里 你十年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我回答不出来耶 就是 十年后想象的可能就是跟现在是差不多的生活 但这件事情光想都觉得很可怕 你知道 十年如一日 哇 你说好 他好像也好 这代表你生活很稳定 对 对 对 但你说他不好 他也其实不好 因为这代表你没有长进嘛 对啊 可是这就是很多人的困扰 就是 我觉得我对了未来没有太多想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有可能我们并没有把目标 或者是梦想愿景设定一个截止日期 截止日期 比如说十年后你要你想要什么 那我可能会想说 这十年来我可能比如 我可能要考英文多艺啊 我可能要考什么考什么 我可能要结婚 我要生孩子 我要买房子 我要买车子 我都是要在这十年内完成 那什么时候完成 我没有写下来 我没有定下来 就会变成 今天心情不太好 没关系啦 明天再想想好了 对 这就是很多人的问题 这也是我的问题 没错 所以作者他要我们第一步是 你先定一个目标 比如说我要一年后我要考上多艺 比如说五百五十分之类的 把这个目标先设一个day line 那你现在就会比较愿意 好我开始行动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 好了 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才三十岁嘛 对对 没错 我们都三十岁啊 我要想象四十岁的我 很难的 因为我还没活过四十岁嘛 对 那作者是建议说 可以从周遭 已经是四十岁的朋友 或者是长辈 亲戚身上去观察 他们都在做什么 那他们做的这件事情 你想不想要 不是说好像也不错 不能这样思考 要想是我真的想要跟他一样吗 那如果是的话 可能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模式 就是我的目标 或者是我们观察 他的生活形态大概是什么样 那如果你在那样的生活形态中 你想要什么呢 可以从周围的长辈去思考 可以先从观察别人正在做的事情 开始 或者是他的生活模式 像我以前啊 我很喜欢一个主管 他就是 那时候我好像才二十三岁吧 主管几岁我忘了 他就是每天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因为那时候台湾还没有高铁嘛 那我就想说 哇好酷哦 每天到处飞到处飞 这种多自由自在的一种工作模式啊 我就许了一个愿望 我三年后我要跟他一样 到处飞 真的 他后来有成真吗 真的 哇 而且我还一开始就飞到上海去 哇 真的 所以你已经很早就开始在实践这个逆算手章了 对 所以我才说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 他让我当初靠很多自我摸索 所得到的一种心得跟做法 对 结果没想到人家一本书全部都讲得好清楚 我居然摸了那么多年 你说这本书会早个十二年或是五年出版就多好 对不对 我希望他早二十年 二十年 我大学的时候如果有念过他应该很棒 真的 有看我看到教会长书上都是画满满的重点的 好 所以这就是实现你梦想方法 所以刚刚透过这个观察别人 你可以知道你未来想要什么生活 像我一次就问我同事他四十几岁嘛 我就有一次问他说 你现在四十几岁 你有想过你 你三十几岁的时候想过四十几岁的状态吗 他说其实没有 我说那你四十岁现在开心吗 他说人生当中定了一些目标有达成 还算是开心 所以我就发现说 他就是一个在他的人生当中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 所以我也会很期待可以像他一样 所以从观察身边 像刚刚我们的教会长 他也是有这个喜欢的一个对象 他怎么样过生活来作为楷模 一个标准 那我也是有一个在职场当中一个这样的角色 来作为我的帮助 好 所以我们最后来讲到要怎么样来实践 好我们既然把这个目标梦想可能都已经定出来之后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实践这一步 那很多人就是垮在这一步 我写的洋洋撒伞 你知道像这个业绩目标一样都写在墙上 但是达到要达到多少 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呢 作者会给我们一个建议 就是把它写出来贴在你每天都看得到的地方 因为他觉得实践目标应该是一种习惯 在驱动 可是写下来的时候你会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去思考说 这个真的要吗 然后这个真的可以做到吗 这个真的是怎么做到呢 你比较不会妄想或空想 写下来以后我都会把它贴在我每天第一眼一定会看得到的地方 真的 所以就一种贴下来 有有有 可是我都会贴在别人看不到只有我看得到的地方 因为我很怕万一我没有达成 我很怕别人会不会说 为与筹谋 对别人会不会笑我说 你看你写了一堆你也没照 我很怕这个 我可以理解 因为有一次我就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就设定目标每天走一万步 然后我就写在脸书上 但我没有设定要几天啦 我就是比方说第一天开始 我就写连续Day 1 Day 2 Day 3这样子 然后我大概执行了十五天吧 我就再也没有执行了 但是这件事情呢 就变成大家心中的印象 所以每个人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 诶 你今天走一万步了 搞得我自己还有压力 你说我干嘛给自己找这种茶 但是如果对某些朋友来说 可能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种动力 对不对 一个提醒 对 所以每个人的方式不太一样 没错 但我觉得写下来这个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因为你写下来 会不断的提醒自己我要去做 那大脑自动就会去思考 那我什么时候去做 我要做多少 所以其实这是一种享受 那如果我是刚刚想的 就是一种比较负面驱动的 比如说不要加班 你每天看到说不要加班 你就很难是一个正面的驱动 变成享受了 所以我要写的是 我是一个工作效率很好的人 然后每天就看到 我工作效率很好 你就会觉得说 对对对对 我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每天就会变成是一种享受 达到你的目标 所以这有一点心理学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在书当中 这个189页当中 他有提出了一个表 这个图案 就是他把他的目标 区分成人生功课 工作金钱 人际关系 健康生活形态 学习成长跟乐趣 那我讲一下健康这一栏 它里面写到的是 精力充沛的活到120岁 养成在100岁时 能跑上100公里的体力 哇 这真的是很明确的目标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个目标 给大家来做个参考 当然每一个人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透过这本书 先开始动笔 来写下自己 你未来十年后 想要做哪些事情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 活到100岁的话 我想现在就算是退休 也还有35年的时间 所以可以好好地来规划 所以来跟大家分享 这本书集 是由我们的 才识文化所出版的 从未来写回来的 逆算首长 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 广汉思维国际教育机构的 教育长胡雅如教育长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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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